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盡雨 今天是2023年11月22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先說說話說近日的熱話之一 莫過於有個內地女子哭訴朋友被取消了香港身份證 說做錯了一件事 租到DQ 估計她的朋友應該取得香港身份證 竟然做錯了一件事 做錯了甚麼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提提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很慘 內地女子哭訴朋友被取消香港身份證 就說做錯一件事 立即被DQ 她就說真是拿命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經常分享香港身份規劃攻略的小紅書 那位網紅就說 以這個真是拿命 剛剛得知香港身份被取消為題 就發貼文廣術事件 她表示她的朋友被取消了香港身份證 原因是超過大半年沒有在香港的紀錄和臨時抱佛腳補救的材料 是沒有通過審核的 導致到期是沒有辦法續簽 就說相當於她現在手裡的臨時身份是失效了 事主又分享另外四種會導致香港身份作廢的情況 包括過了啟動身份的時間 或者虛假的掛鈎 還有提供假的住址 還有在香港假上學等等 提醒其他有意申請香港身份的網民要注意 事主就說 獲批香港優財過後 需要在三個月之內 付230元的費用 繳費過後三個月內 要到香港啟動身份證 就說 錯過了這個時間點 你的香港身份證就會作廢的了 另外呢 有關提供假的住址 事主又說 部分人因為本身在香港沒有住址 所以用親友住址作申請資料 不過她就說 這種情況被入境處抽查到的話 一旦被認定是提供假的住址 就是屬於造假 肯定逃不過取消身份 追究責任的 另一旦也說 原來有香港假上學的安排 事主說 通過進修這個讀書 拿香港身份的人 千萬不要相信還會有什麼代打卡 代上學 或者全包的情況 因為被查出來 就會直接退學 除消身份 還會有機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的事主 就是一位小紅書 都可以說是網紅 經常分享怎樣能夠得到香港身份 簡單來說就是教內地人 怎樣用優材計劃也好 用不同的方式來到香港 不過她近來就有個朋友 被人取消了 DQ了香港身份證 估計她的朋友 就因為超過大半年 沒有在香港的紀錄 簡單來說就是造假 結果被人DQ了 看到她的樣子 哭得很淒涼 不說以為她遇到什麼大事 原來是朋友的朋友 被人取消了香港身份證 近期當然越來越多 專材 特首說過去的六個月裡 都有幾萬人來了香港 不過當中 有些可能是用假的資料 無論是假的地址 或者假的上學 即是假裝了學生 其實也是假的 結果近期看來查得很嚴 估計接下來 陸陸續續有這類新聞會發生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恩澳海面兩架船箱撞 六十多歲的男子 空口被欄杆撞到 陷入昏迷 送達醫院過後是不治的 報導內文提到 昨天下午1點 警方接報 一架名為永遜的船隻 在恩澳與長索對開海面工作的時間 遭到另一架船撞到 永遜的船上 一名64歲的男子 空口撞到欄杆 當時事主只感到不惜 甚至清醒 不過船隻回程途中 陷入昏迷 同船人士 協助把他送到柏麗灣碼頭上岸 再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搶救 大事主宋底醫院過後 證實不治 水警還有海事處的人員 到場調查 案件暫列 是求警調查處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在說六十多歲的男子 空口撞到欄杆 當時沒事 只是說感到不舒服 怎知道 待會暈倒了 送院後搶救不治 未知死癮 事件還要有待了解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拐掌婆婆打算坐港鐵關愛座 港媽竟然衝前來霸位 乘客眼火爆 讓座再這樣做 報導的內容看到 這位港男子在Facebook發帖文 就說真的看到眼火爆 說今個月18日眼周 在北角搭港鐵過海 往將軍澳方向的時間 見到有一個需要用拐掌 輔助步行的婆婆 上車過後慢慢步向關愛座 正當婆婆即將走到座位之際 港男就說有一個粗流離廣東話 夾集一兩句英文的港媽 突然衝上前 擋住關愛座前面為兒子霸位 就說 放了一個婆婆前面 站在一個關愛座前面 等她那個三四歲的兒子走來坐 港男形容婆婆當時呆了一呆 站在一個港媽的旁邊 而港媽只是看了婆婆一眼 未有任何反應 就說繼續被一個三歲 精精神神的小孩 跳一下跳一下去坐那個關愛座 港男直言 見到火都來了 於是立即起床 讓座給婆婆 又指港媽的丈夫 目擊一切但未有出聲 婆婆坐下過後 感謝這位港男的 她於是問婆婆 是否主動讓出座位給小朋友 就說 她說不是 她說見過女人 一夜洩過去 她還以為女人這麼好心幫她霸位 後來港男在油塘站轉車 在月台再次遇上港媽一家 決定為婆婆出頭 在對方身邊大大聲說 說一句粗口 再告訴那個人 都不知道人怎麼做人家媽的 教兒子去搶婆婆的位 她指港媽的丈夫見狀感到尷尬 就說立即抓老婆和兒子去到沒有雷公 那麼遠就等上車 港男時候仍然為婆婆感到不抵 批評攝氏的港媽教壞兒子 就說 說真的如果小孩睡著了 她抱著我覺得OK 但她搶一個用拐掌的婆婆的位 還要看到那個婆婆 說真的心想不是 我以為那個婆婆是認識她 或者見過小孩讓她 誰知道不是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相關鐵文引來很多網友批評 說這位攝氏的港媽 就成為了兒子的最壞榜樣 不知道這位港媽最終會不會看回這條新聞 當然 當然當然不知道 沒有照片沒有成 不過整個過程 這個港男就寫回上網 結果就是一樣米養八樣人 你看到一個 捉著拐掌的婆婆 走去關愛座 這樣都可以搶人的位 很離譜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洗車場的店舖的狗仔 是遭到私家車撞斷腳架 車主承諾賠償過後 突然之間失去聯絡 相關的場主是堅決提高的 報導的內文提到了 駕駛者一時的疏忽足以造成傷亡 有位於粉嶺的自助洗車場 近日公開店內的閉路電視片段 指控一名私家車司機 撞傷那個店舖的狗仔 阿番薯過後 不顧而去 導致阿番薯左後腿嚴重受傷 場主指警方曾經協助 找回涉事的私家車車主 對方表示事件純屬意外 又提出願意賠償醫藥費 不過其後又失去聯絡 至於事發一刻的片段 也都證實了 妻子的老婆一直在駕駛的旁邊 清晰看到這隻狗 是躺在車廊前而沒有提醒司機 而夫婦得知 阿番薯那隻狗仔被撞到過後 也都沒有看那隻狗仔的傷勢 反而如常洗車 由於車主一直沒有回應 場主決定追究到底 表示已就事件 到警署錄取後供 以及要求提告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對夫婦都幾離譜 首先我太太在現場幫忙 在看那車如何移動 肯定見到那隻狗在那裡 另邊商就說過 我們願意賠償醫藥費 結果又不裂裂支又走了去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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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